花海受伤挂彩调侃自己 Fly回忆学时与众不同 不然抱教练已换张脚 近期在AG和KSG总决赛之际 各俱乐部都比较清闲 或给选手放假 满羊带着队友回家放空 让人羡慕 BYG集体体检千成 吹气到缺氧 飞牛教师节回忆学生时代 表示最喜欢的是 语文课与大部分选手不同 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喜欢体育课 飞牛直言被课文记忆超好 背好了会得到老师的签名 其实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 我比较喜欢语文课 因为我当时上学的时候 我能够背课文 我经历特别好 背不是什么 一背我就是 上去就是直接过千名 你知道吗 背好了过千二名 班主任我肯定还是影响很深 说不定他现在还会和学生 说到以前有个学生 现在在打电竞选 喜欢我的朋友们 有很多也是学生 有的时候也挺羡慕他们的 之前不是有个和我同名的朋友 刚刚到北大了 那些事情我还是比较有感触的 同时让人没想到 花海户外运动时居然受伤 看着脑门的血迹 似乎很严重 但花海却还调侃自己 惹得粉丝们非常担忧 不过在直播的选手也没闲着 不然看到弹幕的疑问 直接爆出 涛博教练已换张角 主权练是谁 你们都知道了呀 张角呀 难道你们的消息比我还蛮 好 呀